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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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用一些過時的方法投資大灣區嗎? 跟我過來V加物業聯展中心吧 V加物業聯展中心 提供大灣區地產買賣一條龍服務 與不同的經業公司合作 提供驗樓、收樓、裝身 甚至幫你出租物業的服務 讓你省時省力, 賺取高回報收入 V家物業聯展中心 作為全港唯一365日 永不落幕的海外房地產聯展物業中心 他們總部位於禮之角 面積有4000尺度大 除了有內房物業順盤推薦 還專門設立演講室 每週間會舉辦多場不同類型的講座 邀請專家道場分享 投資內地和海外的一手獨家資訊 所謂先投資再投資 通過V家物業聯展中心 可以打破內地和香港兩地的信息交流壁壘 真正正令香港的投資者 可以第一手收穫內房投資信息 V家在荃灣南風中心 更可洩了富現代化 最時尚的海外物業諮詢站 超過100個優質針盤員 任你看任你查 為了令到客戶在投資物業的時候 更加得心應手 V家首創全新DIY看扭團 由專業的香港投資顧問大團 根據每個客戶的需求 度新訂做天天出團 想輕鬆投資物業再擁回報 快點找V家物業聯展中心 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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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我第一次聽過 這樣都被他想到 他還可以爭辯 我也沒有說真糊 真的爭辯不贏他 又真的 那這樣就放一個模型 就可以了 其實也是 貼一張紙都可以 真的 國內投資物業 無其不有 師傅投資了幾十年 亦都撞到很多古靈精怪 最近 整一宗這樣的東西出來 所以 如果大家投資國內的物業 因爲大家兩地文化不同 所以 大家真的 記不記得是先投資 再投資 沒錯 最近 都幾多 因為最近 都幾多人看我們的YouTube 很多觀眾 經常都來問 譬如剛才這些陷阱 其實 大家怎麽避免呢 我再跟大家講講 因爲我都講投資 講了這麽多年 國內投資物業 有很多香港人都很擔心 遇到剛才那些 真的吐血 是 所以 我提醒大家 因爲通常 如果大家 入到國內投資物業 很多的陷阱 或者中伏位 我不能夠 跟大家說百分之百 能夠避免 但是 如果你跟我的經驗分享 其實 大部份 應該都可以避免 因爲通常 大家是看樓 因爲我師傅 我經常去大灣區 比較熟 講難聽一點 那些 即是隔著尾 我知道他想怎樣 哦 講逐點 講逐點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去看樓 香港人進去就好像香港人看樓 很多時候都會問 什麽價錢 地點在哪裏 只是在杏花村 是吧 那些質素 譬如什麽發展商 新鴻基 一直和黃 都會先看這些東西 即是地點的價錢 建樓的質素 那個區慢慢升不升值 那你不就是住 就想著投資 多數都是問這些問題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我去投資大阪區 首先 這些問題 我覺得不是排第一 排第一是安全 因為為什麽呢 如果你真的 剛才說我這些東西是這樣看 但最後不安全 買到那個樓盤 那些發展商是騙人的 是 或者那個樓盤是爛尾的 以前是什麽小產權等等 這些東西 那你無論怎樣去拿這些資料 都是多餘的 因為層樓可能 最最後不是你的 你不可能連所謂的房產證都沒有 是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安全第一 那怎樣安全呢 其實呢 大家去國內買樓 我們一定避免過一件事就是中介 就是一定經銷售士 是 通常這些事都出在中介身上 因為銷售士介紹些什麽盤給你 他最清楚 是嗎 我們一定不夠他熟的 那他如果心懷不軌的 那他 我們剛才這樣說 我就是帶你去看高的樓 你想看些不帶你去看 又或者告訴你 賣光 變成一局去買那些產品 那就糟糕了 尤其是內地的中介 就很危險 所以呢 我覺得安全很厲害 所以大家 你相信我 因為我投資了幾十年 是 那就一定要找一個信得過的中介 那個中介 即是你香港買樓都是這樣的 我想欠香港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現在 坦白說我十幾二十年 我用開那個中介 買香港樓 我都找回那個 因為我已經買開信任了他 他不會騙我 有什麽消息通知我 有什麽著數的東西都通知我 這個很重要 其實內地都一樣 希望大家能夠自己去尋找到一些適合你的中介 以及如果中介服務得你好 那你一路跟他保持著關係 大家小心點 是啊 當然了 優質的中介 那今天呢 V加嘛 師傅 V加 幫V加買廣告品質保證 那我 那我經常要光顫他 是吧 V加當然是大家 即是我推介的 好 那回繼正正 那我講一下 最近很多陷阱 就是那些訊息經常進來 記不記得 我和你去看樓 經常遇到什麽 街霸 怎樣 過來聽聽 通常他們就是 見到你 就問你看不看樓 就是有一堆街霸 會在街上 凡是有人經過 就問你看不看樓 就給你一個傳單 或者給你一個 iPad 就看那些照片 那你就說 看樓 免費 包東西吃 就問你看不看 但你問他哪間公司 他就通常不是很想說自己哪間公司 甚至乎 他自己個人的卡片 他都不會給你的 是 所以 勉強叫你去上車看樓 是 整個堆 穿上衣服 揹著背包 看到有人來 嘩 摸過來 其實都很危險 我那次還問他 我問你什麽公司 他突然說了大公司名字出來 然後我叫他給他卡片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沒有卡片 沒有卡片 這些就是危險 好嗎 那今天呢 因為現在我們的節目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就 趁這個時間 或者都和大家講講 我最近呢 收到很多的粉絲 過來跟我聯絡 給你資料 我就發覺 我就綜合了最近最新鮮熱納的 一些中伏位 危險位 我希望提醒大家 尤其是很多 我發覺都會發生在一些 國內的中介身上 嗯 因為可能國內中介 始終都是 大家不熟悉 那 你不只香港 那些公司 有公司背景 是不是 是 其中呢 打毒針 有聽過這句話嗎 打毒針嗎 平時做事打毒針 聽到 買一賣樓打毒針 其實這個情況 香港都有的 我剛剛 這個 其中有一個讀者 沈博士 是的 我買了神灣的什麼什麼什麼的樓 就一萬一千五百元 我當然不講這個觀眾的名字 是 但是拿來分享一下 不要介意 會便宜 包裝修 我覺得呢 我被中介騙了 我心想我問他這個中介在哪裡 他是香港中介來的 那我現在呢 有一個大陸的中介 就報價給我 說9800元 然後呢 我才見 我還要9800元 我覺得被人騙了 買貴了 還有我又見到你介紹的什麼什麼項目 很划算 不過你介紹的那個項目 大陸的中介 就說 有裝修的就買完了 只有沒有裝修的 那我想借這個案例 告訴大家 第一 這些就叫做打毒針 就是說 他知道你沒有光顧他 那麼他就知道你買了 他就告訴你 其實你找我買吧 其實便宜一點的 那你即時的心情去掉 他不是覺得那個中介騙了你 是啊 那麼你會生氣他 那如果我是 我是正人 你去聽我說 那我就跟我看樓 這叫做打毒針 我跟他打毒針 買和賣都有 我試過買一間別墅 也是打毒針 那我這間別墅就280萬 那有個中介叫我 就說下來成交了 有客人 即是那個買家拿過來 給錢給我 那誰知道另外一個中介知道了 那我正在搞簽約 那他就打信息給我 我不知道怎麼他拿電話 就說 沈先生 我那邊有人出了10萬元和你買 嗯 那我就拖拖拖 然後幸好當時我司機在 我就說 司機 我聽到他拖著 我就叫他看看那邊 是不是真的多10萬 有得買 我說如果你過去收訂 我就過去簽那間 多10萬 不是一萬 誰知道我司機過了 他說業主未來 一個搞搞拖拖了半小時 根本就沒有 噢 其實他就想炒和我這邊 噢 為什麼他想炒和你這邊 他有什麼得著 炒和他 我說過去那邊光顧他 但是銀貨如果不是你心碎的話 炒和了也沒辦法 他做中介有一件事 就是總之你人可以來 你的人可以來 他焗到你的 即是人頭 還有說難一點 有時候他炒和你也好 你明白嗎 他炒和你做不到 單身讓你無法做 為什麼叫毒針 為什麼叫毒針 總之寧願別人做不到生意 是啊 地產行常常發生 就算在香港買樓 也有聽過 這個大家要自己懂得去分析 因為這個世界 就有時候哪有這麼大價格 所以我都跟他講 人家發展商 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發展商 他的價錢是明碼實價 有什麼可能無端端便宜這麼多錢 沒有可能的事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現在我講過很多次 再跟大家講清楚 國內買樓 其實現在的發展商已經把價錢 報備了政府 你記得我講過嗎 這叫做報備 有一個範圍 他不給上條和下條 即是上下條不給超過百分之十 所以根本來說 他們出了價單 就好像現在香港也是 香港的樓出了價單 你不可以發展商 多人買又加 沒有人買又減 不可以的 師傅 但是怎樣在網上看到 那個價錢的範圍 不讓人知道 這就是特別之處 發展商去政府報備 是政府和發展商之間的事 那你說怎樣控制呢 如果 譬如說發展商賣貴很多 或者賣便宜很多 他簽了合約 收了你的錢 拿去政府做網簽 政府不簽 哦 他就會通知犯商 你這個買家 是超出了你的報備價 百分之幾 所以我不會網簽給他 你退回給客人 就是這樣做 那師傅 如果作為一個普通投資者 是不是就是說 本身知道那個發展商 是買什麼價錢 大概是什麼價錢 然後才跟其他中介 其實你只要去到 看到發展 當然 你當然有中介帶你去的 是 但是去到現場 那你只要有發展商的人在 是不是 你問問他 就可以了 哦 發展商的人 發展商的夥企 就不可以亂說話 因為很大件事 你代表發展商 新同基的夥企 怎麼可以亂說 但是中介就會亂說話 是不是 因為中介看這個不合 就是第二件 嗯 那他怎麼知道 入到去怎麼知道 那些是發展商 有卡片 哦 有卡片 而且通常呢 通常一… 我教大家 通常一走進去 左邊和右邊那些 都是中介公司來的 哦 中介公司來的 就是通常進去召集那些 是中介公司來的 有個牌子在那裡 但是你進去的時候 有個很英俊的櫃桌 是 那些穿著制服 那些就一定是發展商的人 哦 而且那些都是他 把所有的卡片都放在那裡 全部都是寫著 譬如時代中國 時代中國的卡片都放在那裡 哦 當然發展商的人 不會賣東西給你的 但是他會跟你證實 這個中介說的東西是真的 哦 因為他不能夠亂說 如果不然他也會炒魷魚的 哦 明白 當然這些所謂打獨針 其實他用盡這些辦法 令到你不信任你現在的中介 而轉為光顧他 哦 坦白說 你做得出這些動作 都不跟一個好的中介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毒辣 打獨針 是啊 都不是正規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這些多數呢 我看這些都是 所以我證明你們是香港中介 還是大陸中介 這個一問 他都說是大陸中介 這個大家要小心 好嗎 還有做中介其實都可以很多人 是嗎 做中介沒有限制的 就是大陸或者是 大陸中介是很濫的 所以我也很害怕 我也舔過很多次 因為他們的水準太弱了 還有呢 今月在公司做校園 不見到他了 是啊 下個月打電話給我 我不是在那裡做 蛤?不是吧 接著去到新的盤 又說新的盤就好了 你明白嗎 即是他去十個盤 每次去那裡就打 很厲害的 上次那個盤 一去到另一個盤 就說上次那個盤 上次那個盤 上次那間公司就差事了 這樣也不行 都離開了 你知道我這些都坐了傻了 所以不要受這些影響 明白 另外就是假盤員 假盤員在香港也是有 即是有時候去登廣告 譬如很流行 我們很多時候在香港買樓 會上網上搜 譬如我想買什麼盤 然後搜 哇 為什麼香港中介報給我 例如1500呎 為什麼這裡一手1300呎 那你真的要查清楚 因為很多時候 可以用這些 也是引你下來的 那你去到那間店裡 或者回到大陸 他就說沒有了 已經賣光了 我帶你去看別的東西 這個情況 車位之前 我就試過 因為之前我本來想買 那次好像是一個佛山車位 然後 我有些粉絲 我還沒下訂 我還想買 但是有些粉絲 我上網上檢查到有人便宜一點 然後我便宜一點 我更買便宜一點 那我就和他一起 找那個佛山的 即是開店鋪的鐘價 小小一點 然後他就說 你太遲來了 然後他就說不要緊 有些更便宜更漂亮 然後他就帶我去另一個盤 就離譜了 就是這樣 這些叫搞盤員 其實目的就是引你下來 這個就是大家要小心 尤其是入讀國內 是吧 大街霸你最熟 剛才林林說了 剛才林林說了 沒有卡片 沒有公司 我們逐點這麼說 沒有跟沒有強 因為最麻煩的 你光顧剛才說的中介打架 因為大家 一個中介 除了帶你買到漂亮的樓 大家記住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買完樓之後 是很多服務要跟 是 即是很多手授 林林你 你上去 你也知道 多少去做 要開戶口 拿無防禁 開戶口 然後要拿公證行做 然後你自己在香港要做一些宣誓子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如果你說要買樓手授 起碼要找三四天時間 才會做完這些 還有三四天的時間 是要分開不同階段 即是你要 可能要奏好時間 要奏好律師 然後又要去公證行 做無防禁 然後戶口那裡又要奏時間 現在你真的是專業 這些各方面的事情 絕對是要有經紀去跟 上次你不是V家 上次我就是V家 找人帶你去 你說可以和你安排 以及約定所有的人 是啊 你說如果沒有去買 很多經常買 你不知我本著作 原來我們策略王出的那本 是最好買的 因為後面有很多 我問回 為什麼你喜歡買 你知道我出了兩本 但這本暫時的銷量 就高於明部出版那本 我說為什麼呢 是不是這本內容是正確的呢 原來每個人都喜歡有一個WhatsApp 然後很多就是 跟中介買員 不幫他們跟手 是啊 是啊 所以問我 沙沙哪裏開戶口啊 哪裏匯錢啊 很多人就來問我 我說你買了沒有 我買了沒有中介幫你跟 是啊 找不到中介 那中介很忙 諸如此類 那就慘了 自己搞 是吧 所以變成我 當然我幫就幫 回答 但是這個就無謂 大家敢麻煩 是吧 街霸就少小心 免費 免費看樓團 我說過多次了 很多 一過關 又說不用錢 請你吃餐 又免費車坐 是 是 你想就想到 他不做你生意 他怎會讓你離開 但怎樣沒有成交 不能離開 他怎樣去 我聽他們說 其實不一定是沒有成交 他有時候就哄你 即使你死也不買 他又哄你下誠意金 哦 即不是叫沒有成交 他可能打得不清晰 即是他有些說 我打死也不買 你不敢殺我嗎 但是他又不斷哄你 你下誠意金扔住他 不要緊你不要的時候 可以退回給你 但是你下誠意金 通常誠意金一、兩萬元 那你下誠意金 然後回去想說不對 你找他退 千方百計的藉口 是不是 甚至找不到人 那你吃那頓飯 那個車費 一、兩萬 其實很多 我發生了很多事情 很多人跟我講過 但是很多香港人 因為大陸被人欺騙了兩元 很少錢 難怪就報警嗎 即是沒有搞大件事 這個中伏位是最多的 我告訴大家 所以為什麼坊間 你見到很多 那些Facebook 經常收到那些WhatsApp 免費美食團 還說有什麼 就是不知道什麼 九大位 什麼最靚乳鴿 還要很吸引肥牛 很吸引美食 如果吸引你上去 不用錢 有一頓飯吃 唉 我們經常看新聞 以前大陸很多免費團 來香港 一模一樣的道理 對 我們叫別人買東西 你不買東西給你走 我看新聞都覺得值得 你不買東西 快去睡了 不能走 你報名的時候 你都明知不收錢 你肯定要來買東西 對不對 大家都是 巧不怕夠 但是有人受 對 中港兩地的人受 還有最近發生最多的 最近很多無名事的Facebook YouTube 電話 有大幅區樓 找你去看樓 最近很多都離譜 我也認識到一些 做Facebook廣告公司 很多國內人 來香港下單做這些廣告 因為他們什麼人都會收 這個最近最新鮮 不是這個下一個 這個就是我和你遇過 就是有些扮 這個新鮮 你看到那個 大灣區博士沈永年 是啊 不是我來的 知不知道 不是你來的 不是我來的 假的 現在在YouTube還有的 你手沈永年會彈出來的 假的 怎麼扮你 我怎麼知道怎麼扮 就是名字是 離譜的 就是名字扮是你做的 他用我的名字 大灣區博士沈永年 接著打個盤 接著留個聯絡電話叫你去找他 這些大陸 我查過是說普通話的 噢 現在我投訴 我去YouTube 正在投訴他 這麼聰明 要用這些招數 很厲害 很聰明 好像剛才那些人工糊 很聰明 鋪一塊藍色的帳 就是糊 很聰明 很多現在辦的大公司 辦的公司 都是出這些推送 但是你有沒有推過這個盤 這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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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 這個 有這個 那個 那個 翠湖縣 有 翠湖縣 但是這樣不對 你賣東西不要緊 你沒有人用我的名字 沒有人用我的名字 噢 就是A4 噢 扮成這樣 踩到我地盤 豈有此理 真是 你真是 你真是 我一定 搞定你 師傅 這個觀眾跟我們買了 就是買了我的盤 他說 現在服務真心好 真心有人幫你跟著 祝有好服務 嘩 我代表Jody 多謝大家 是啊 我經常跟Jody說 我們一定要服務 做到做好 因為幫香港人買東西 買得開心些 是啊 是不是都搞定了 雙牛拍門 你的東西 是嗎 因為我都用了兩天時間去搞 那邊發展越來越好 我最近去旁邊 上次去看 有一個地方 舊改新了一個商場 雙區 我忘記名字 忘記了 我看到它在那邊 起得很快 噢 像你們的盤旁邊 有一個大商場 大的商場 噢 因為我看到我們的盤旁邊 其實都是舊的 舊的 舊改新了 舊的價錢應該會彈很多 夠了 阿Bray幫他跟他搞定 好啊 恭喜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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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假扮團友 剛才有一個 這個稍後再說 假扮團友 假扮團友 就是去 我看樓團 然後坐在旁邊 然後說這個盤不好 我還有更正的盤 你也見過 是啊 作故事也有 是啊 這個盤不好 然後說 我知道我比較漂亮 其實那些中介 扮客 噢 這陣子很厲害 因為這陣子你也知道 很多人想大麥區買 競爭大 你知道很多行業現在難做 是 其實現在做這些行業 人都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噢 竟然這樣嗎 其他行業現在都難做 噢 但其實大灣區樓 在近期這些情況 大灣區樓 賣銷售量有沒有 成交是增加的 反而成交是增加 成交是增加 因為很多人 就是 怎麼說 買個安心 噢 他們有時候跟我說 你買來幹什麼 其實他們不是真的 本來是住的 就是他們想著 真的發生什麼事 我就沒有住 噢 就是這樣 很多未必真的要馬上住 但我有這樣看 其實人民幣一直這樣 遲些我覺得貶值會貶多些 趁這個時間買 就是人民幣低水的時候 趁這個時候買定樓 去大灣區買樓 可以賺那個 還是人民幣反彈的樓 坦白說 最近這一個月 我看到一些投資者 經常找我問問題 已經跟以前很大改變 噢 很多已經不是問那些 投資的東西 你明白嗎 就是升值 或者人民幣貶 買不買 其實很多都真的問住的用途 純粹住 純粹住 就是剛才我說的 雖然他不是想著馬上住 但是他買一個保險 是不是 有什麼事我拿過行李箱 我也有得住 噢 尤其是最近 最近很多之前買樓 收樓那些 他有些租出去 他現在都不租給別人 那有什麼 就是香港地鐵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 他就想去度假玩兩天 唯一是這樣 那你就知道 回去就方便 不用坐飛機 還有最近多了很多退休 多了很多退休人士 去買樓退休 嗯 但是不是很老 可能他們想著 安排定一些 就是 以前可能香港 沒有這樣的事件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用想退休 好吃好住 什麼都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香港人 會為自己去打算一下 噢 退休多了很多個比例 所以你不見我最近多說 是說退休talk的 我沒有說投資talk的 是的 我看到你說了很久 是的 我和周忠太說退休 是的 沒有說投資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大轉變 應該多年紀大的人 就是年紀稍微大的人 就會買大灣區的樓 現在是嗎 其實是 其實你很明白的 就是比較 就是年紀大一些 中年一些 成熟一些 其實是喜歡大灣區多一點 嗯 年輕的子女你也喜歡 日本啊 我買大灣區是為投資的 我知道 但是如果住那些 肯定喜歡日本的地方 年輕的子女我知道 這次我剛剛不是去日本的嗎 是嗎 我住上次的J.E.酒店 噢 我遇到一個年輕的子女 我有採訪去的 噢是嗎 年輕的子女過了一年多 真的過去住的 移民過去 在J.E.這間公司裡 做一場工作 做了四五個月 噢是嗎 你沒有見過的 我叫Mee 噢 很開心啊 我年輕的子女 我年輕的子女喜歡日本的 是啊 好嗎 這個要小心 可能在你身邊 所以現在為什麼要搞什麼 DIY看樓團 免得太雜 沒錯 好了 這個最近是新的 大家最近有看一些報紙 Facebook 有些你看到是發展商的名字 怎樣假扮發展商 就是他用發展商名義登廣告 那你就以為發展商登廣告 打電話直接用發展商買樓 噢 其實是中介來的 還是大陸中介 噢 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大家 大家建議你打電話問的時候 你就直接問你是不是發展商 OK 那如果他或者是發展商 發展商就叫他留個電話打給他 你如果發展商留個電話打給他 即是 你是新鴻機 你是新鴻機 你留個電話打給你 當然是新鴻機 是啊 如果不是 不是假的 哦 平時對中國這麼說 如果他有幾個電話號碼 然後幾個電話號碼 都說自己是 正式的發展商 就一定有電話打進來 一定要說我是什麼公司的 是不是 正式的發展商 不會一個人自己不跟你聊天 叫你買樓的 嗯 這個大家應該認識 應該會想到 總之 有這樣的可能性 大家自己小心 不提你可能不覺得 哦 他打證什麼什麼 哦 其實他的電話號碼 基本上上網都搜尋到 如果真的是那個發展商的號碼 當然你上網搜尋到搜尋到 都查到 肯定查到 沈先生不說 你沒有這種防備心 哦 我說了就是 你可能會有這個防備心意識 未必是百分百假 可能那是真的 嗯 都很多發展商自己登過 什麼比特尼亞 那裡都很多登過 是 但是自己查清楚 就是如果你的心 其實打算直接跟發展商聯絡 但你不要被人騙了 你原來是中介 因為多數都是那樣的 又要叫你上去 上去我打算見發展商 原來又是中介 哦 都不要緊 最怕就是中介你不熟 嗯 又不知道他帶你來搞什麼 是不是 又不知道帶你去買什麼樓 這個大家要小心 因為我都有問 因為有些發展商我都認識的 我都打了電話去問那些發展商 喂 有人用你的名字登廣告 有些發展商說 你香港登廣告 有時候我都不知道 即是不說他都不知道 是的 而且他們的法律始終有兩個不同的地方 是 不過無論如何 我也有通知他們 可能都會有投訴的 我想就 無論如何都會讓大家知道 因為今天我講到一些新鮮的東西 OK 對了 過期預售證 這個我忘了一次有沒有大家講 最近有事發生過 就是有一個盤 是的 那麼他就在賣樓 有預售證 但是呢 後來發覺那個預售證 就是不是這期的 你明白嗎 即是可能現在 譬如你上次 你這個國在華府看 是第三期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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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是跟你看是第二期 第二期 但是如果我跟你看的時候 是寫了第一期 那即是他賣二期給你 根本就在那裡偷計 其實第二期沒有預售證 大家記住 預售證其實是寫第二期 不是一個預售證 就是整個盤全包了 知道嗎 因為大陸的發生箱 那塊地很大的 它是一期一期建的 是的 那它拿預售證 整個山 是的 所以政府批預售證 因為它是要蓋到封頂 封頂就是蓋到最頂的一層 政府才會批個預售證給它 那變成你第一期蓋到封頂 就給預售證 但是有些發生箱等錢花 第二期正在建的 咦 我又想賣 那看到第一期買得很好 它就掛了第一期的預售證 就當是第二期 我有預售證 我不是買 但是如果你看清楚一點 可能真的有兩字的分別 哦 大家一定要小心 明白 這個情況也有很多餘木運珠這樣做 當然如果大的發展商 上市的人不會這樣做 那些中小型的發展商 很多時候會這樣做 嗯 明白明白 第十樣 就是迴勇暗像 最近很多人問我這些問題 知道嗎 這是什麼問題嗎 師傅 嗯 你驚訝它 你知不知道迴勇呢 就是有時候光顧中介買房子 香港有時候都有這些事情 就是說回回佣金 吸引你光顧他 不要光顧別人 這些迴勇不是合法的嗎 第一不合法 第二也不適合行規 第三我告訴你 迴德勇給你一定有目的 哦 任務出在人身上 嗯 那我試過有幾個 就有幾個老友 就說回佣金 誰知道呢 你才是大陸中介 嗯 那你賣了房子 給了錢 他才慢慢又說發展商 埋單才有佣金給你 是 走路了 你找不到他 那走路也正常 那正常 因為佣金而已 就是回佣金給你 對嗎 當然損失不大 就損失了 以為有些回佣很便宜 但是沒有了 只有空歡喜 是 我肯定告訴大家 因為我都很熟悉一些中介 大公司大中介 如果正正當當的那些業務員 不會有回佣給你的 嗯 一定是私底下自己 做私單 搞搞鎮那些 那你光顧私底下 那些業務員 做這些私單回佣呢 其實對你買一間樓是很危險的 你買一間樓大大大都 百幾百萬 百幾百萬 那你那裡多少錢佣金呢 那他自己走去回佣 他一定是自己做私幫生意 嗯 不經公司 因為他經過公司 公司要賺錢 他又要分佣金 其實有多少錢佣金回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做地產行的朋友 你一問他就知道 現在你在香港做地產 但跟香港一樣 他有佣金回給你 其實他能賺多少錢 所以通常一定是 自己私底下做 或者一些很小的中介 自己兩三個小孩 就開 那麼他賺少一點 沒所謂 成本通常這樣說 成本低 便有佣金回給你 嗯 成本高便沒有 就是你進去吃個餐廳 那碟牛扒 那塊牛扒 那塊牛扒很貴回來 便要貴賣給你 那塊牛扒很便宜 我便便宜便宜賣給你 沒有可能很便宜的價錢 可以吃到那塊很漂亮的牛扒 這個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是啊 大家就不要經歷一些小小的 沒有貪便宜 令到你整個交易 要做陷阱 就因笑失大了 好嗎 總括來說 這些都是我在YouTube上面 很多讀者 就是跟我聊天 我發覺 原來最近有些什麼現象 也有些糟糕的事情 那我也有這樣的責任 跟大家說聲 雖然比我沈氣 說了半小時 是啊 師傅因為時間也有限了 剩下六分鐘 我看到你和周中有些飲食的影片 還有嗎 有啊 有兩條影片 有一條飲食的影片 那時間夠不夠 播不播得到嗎 還有啊 其實 那下次播 今次播 沒所謂 看你師傅有沒有 東西想 下次播吧 好啊 下次播留下好東西 下次播有飲食的 還要提醒我 我老人家記性不好 我記得說我這麼害怕 師傅 不好意思打斷你 是不是 因為剛才那些 我覺得挺有關係 可能 可能有觀眾 就是因為那些 聽到 可能會避過一些陷阱 所以我比較緊張 不要介意 大家 明白 下次我播出 我和周中的飲食片 很好笑的 很過癒的 大家欣賞 還有沒有人問問題 還有幾分鐘 暫時沒有問問題 不過師傅我看到 剛剛你說 對 那我提醒 如果這樣 我提醒大家 剛才我講了那麼多陷阱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找一個好的中介 其實一個售後服務 是很重要的 這裏我沉悲之所以再講講 而且一定找一個中介 你是隨時隨地找到 聯絡到 找到人 OK 這個是保障到大家 即是要找一些中介 起碼都開了一段時間 那一句 找一些香港中介 不要找國內的 真的相信我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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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國內很多東西都 即是好像A4 即是很多東西都太雜 即是 而且我想問 其實如果國內那些中介 突然間失了中的話 那 找不到的 真的找不到的 可否追究到它 即是有些甚麼 我試過找公司 公司 公司說你沒有證沒有據 即是 即是都不受理 很難 因為一間公司有很多中介 它的中介 就很便宜 兩三千元一個月 抵薪 接著拿個身份證 就可以上班了 制服都不用 是的 甚麼都有 所以根本很多公司都控制不了 其實 還有我剛才說的 打街霸很多 絕對不是大公司 但是公司不會做剛才那些事 全部都是 其實我聽 其實現在大灣區 有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我不怕跟大家說 其實你知道 我有兩大香港的地產公司 是的 在國內其實十幾年前 那時候已經進入大陸發展 其實發展都很好 即是說了名字 中原美聯 但是因為這麼多年裡 他們很多以前那些 即是打過他們工 可能短時間 即是認識一點點 那接著就不做了 就直接出來就賺錢 因為他們看到佣金 都是一筆 即是一個兩三千元工資的人 他們覺得我做了一件事 是不是 那我已經可能幾個月的生活費 是的 所以就很多是 我可以說是超級 都好像矮那麼多 就走出來出去 當然他們不一定是只做香港人生意的 很多做深圳 所以整個大灣區 深圳廣州 那時候是不是跟你一起拍片 我直接去到商場都有街霸 去那個華發天地那裡 哦 是不是好像跟你在一起 不是跟我拍 不是跟我拍 總之有一次我拍廣告片 在華發的商場裡面都有街霸 哦 即不是在那些關口 不是在那些項目門口 哦 直接滲到度度 即是以前我們在大陸吃飯 吃飯會有人來彈歌 叫他給小費 你不知道嗎 你沒聽過這些東西嗎 即是走過來唱首歌 很久了 這些 即是現在真的是這樣 你吃飯會有人過來 買不買樓 看不看樓 而且有時候見你像香港人 聽你說廣東話 就看不看樓 我有車門樓等你 嗯 這樣做到這樣 即是大家所以要很小心 你真的我敢說 現在三大陸區 你必然會遇到這些 是的師傅 其實我們有一條是街霸片的 嗯 那裏多少分鐘 兩分鐘 讓我們播一播片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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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吃飯 還好啊 高中 好啊 健康 有個家穴 叫做釣魚 我們偷偷的過去啦 拍給大家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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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